自算表的课程 今天我们会有两个学习目标 第一个就是认识数学的函数功能 第二个就是认识数学函数功能的愚法 就是我们怎么用这些数学函数 好了,首先今天我们覆盖 其实数学函数是覆盖了很多的指令 而我们今天只会教当中的其中六个 而书里面会有七个或八个 这些我们会稍后再去覆盖 首先就会有Sum Rank Int Mode Power Rank 这几个究竟是什么功能呢?我稍后会逐一介绍 好了,但是学这些函数之前 我们必须要知道 很多时候我们用这些函数 可能上网看等等 都会有一个term叫储存格范围 什么为之储存格范围呢? 以下就是一些例子 我想选择A1-B3的储存格 所以我就可以打A1-A2-A3-B1-B2-B3 又或者是A1-B3 甚至乎我可以做法就是A1-B1-A2-B3 这些全部我们都会叫做储存格范围 当我们知道了储存格范围是什么时候 我们要很小心留意 我们一般来说用储存格范围都会用第二个A1-B3 而上面这两个都有机会出现,但是会少一些 甚至乎有一些指令是不能够支援到这些储存格范围 所以同学就要留一留意 好了,我们就开始说回这六大的限数 首先第一个是SUM SUM的意思就是 我们将一些东西去加买 好了,昨天如果大家有记得我说过的话 我们所有公式之前一定要加等号 所以我们会加等于 SUM SUM KOO 好了,视乎你要加些什么 如果你想把头三个加完的话 那你就选择 C1-C3 然后关闭KOO,Enter 它就自动会帮我们计算 那好处在哪里呢? 为什么我不敢硬打一个公式 比如1加3加4 原因就是如果这里譬如我改了由1变成5或4 它自己这里自动都会去更改 这个就是SUM,就是加了的意思 而SUM是可以支援到不同的储存格范围 譬如C1-C2-C3 好,那么你见到效果都是一样的 不过当然这个就方便一些,如果你加很多数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会学的SUM 好了,而第二个我们要学的就是RUN RUN的意思其实大家都接触过了 就是我们说的四写五入 四写五入 好了,而RUN的语法是什么呢? 记住了,在我们用公式之前一定要用等于 RUN 酷 好了,你见到这里Excel会告诉你 Agg number,什么叫number 你想四写五入的数字在哪里? 一般来说我们不会就这样打一个字 我们通常都会用储存格的参照 这个 如果大家有印象,这个就是相对的储存格参照 好了,选择了储存格参照之后 10号 LUN DIGIT,LUN DIGIT是什么意思呢?我现在示范一下 如果我选择0的时候 你就会见到 它是3的 好了,如果我把它打成是 1的话 你会见到3.1 这意思是LUN DIGIT,其实就是说你取自小数后多少位 0的意思就是我不喜欢小数 一技师就是我一个位的小数 但是 如果我们再看下去是什么呢? 比如我想看一看 Ground 这个 豆豪 然后我打2 你会发觉它会变成3.15 留意,这个是在用4写5入的 4写5入的 OK 好了,有一个跟它很相似的 就是一个叫INT的功能 INT功能是什么呢?我们又示范一下 等于INT 选择 然后关闭,Enter 你就会发觉我直接就可以拿到 拿走的小数位 好了 当我们即使按3.6也好 INT都会把小数位拿走 这个意思就是取回 拿回他们无条件地拿回最接近的整数 即是说我只是拿 整数位 不理小数点 例如我109.3 我就会出109 这个就是INT 好了 然后我就会介绍另一个 就是power power是什么意思? power 我就需要这里 有些资料 等于power 括弧 又是了,你看到的number number意思就是 数字 我试试给你看 豆豪 power enter Enter 你看到原来 power的意思就是次方 第一个位置就是我们的 基本的数字是2 然后第二个位置就是次方 所以这题就会是2的3次方 所以如果我将这个改成4 理论上就是2的4次方 到了这里我们讲了 Sum Round INT 和power 大家记住 Sum的意思就是加了它出来 Round的意思就是4写5入 取下小数在哪个位置 INT 就是说只拿整数 power就是拿 次方 好了 接着 然后呢 就会有两个比较有趣的功能 第一个就是MOD 第二个就是RNAD 这两个基本上 我们学完之后对于我们写程式也很有帮助 我们留待下一部分会再讲了 好了,我们讲完剩下两个功能 第一个就是MOD MOD是什么来的呢?我们先试下来 记住等于 MOD MOD LUMBER 又是先选一个LUMBER 我们先选D1 然后斗号 Divider 什么来的呢?我们先选D2 我们先看看效果 删删删删 记住了,如果XL告诉你有两个PALMETER参数的话 就只能整两个 Enter 咦 为什么是0的呢? 好了 我们再将2改一下 3 咦 为什么是1的呢? 4 为什么是2的呢? 原来你发觉原来MOD就是取 当4除10的时候余数是多少 所以如果同学想想 如果我把这里改成5的话 因为5是可以整除10的 所以正常 这个位置应该就是0 所以我试一试 记住了 这个通常我们找余数 在做什么呢?其实不一定是Excel 其实我很多时候写program也会的 我会讲解一下 但是我讲解之前就要解释另一个功能 就叫RAND RAND RAND全名叫Random 随机的意思 它的语法很简单 就是这样 RAND开固生固 什么都没有 那做些什么呢? 原来就是随机地 在0至1之间 记住是0至1之间 去产生 一个随机的数 小数出来 当你每一次收割Excel 比如说我在这里打字 Enter 这个数字就会变更了 好了 这个有什么用呢? 很多时候当然我们要配合其他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现在想随机抽 1或者2这个数字出来 我怎么做呢? 先看看 首先因为现在我这个状况下 只是能够出到 0点多 不是1和2 所以我必须一定要把小数位消失 小数位消失 如果大家有记得是0 按0要小数位 好了 接着你会发觉 这个数字 只会出现0 和1 因为我们 随机的时候是0至1 小过0.5就出0 大过0.5就出1 这里怎么办呢? 但我现在想出1至2 那我们就在这里 在这条式里面 最后 加回1 好了,所以你看到 我们随机下去的时候 就会 不停都看到它只出 在抽 0 同意而已 OK 好了,如果我想再多一点又怎样? 譬如说我想试是 1 2 3 那么我们的逻辑就是 首先我们想想 这里本来是0至1而已 如果我要出到3的话 即是我要将这个range 承大它 承大它吧,承大多少倍啊? 正常承大 3倍OK的 不过我今次承大2倍 好了 为什么承大2倍呢?一会儿解释 就是and 升,乘在Excel来说是升2 好了,又看看了,当然了,我们又要做回那些动作 转了它 做回刚才的动作 好了 那你见到 现在不断出,应该就会得 0 同意而已 咦?不是我想我要的做法啊 那我们可以怎样做呢? 好了,那我们就要想 现在出来0和1,即是说我要将乘义 放进去 这里 好了,那你见到了,当然如果在这个情况下 就会出到0 1 2 是的 我们现在想出1,2,3啊,用回刚才的招 我们就出这个了 我们就出这个了 这样就会出到0,1,2,3 就是 这一条式了 Round Random 括弧 升2,0,加1,就是1至3 那你可以想一下,为什么我要将升2或者乘义放进去呢? 原因就是 这里其实当中的数 如果我只是将它乘乘0和1,其实我会将它乘大了两倍 我会没有了1,0乘2等于0 2乘1等于2,那又会没有了1这个数 所以我要在里面 比如你想一下,如果是0.5的时候 0.5乘2 那就是等于1 我再乘大两倍就是2 如果它不够,0.3乘2 0.2乘2等于0.6 然后我弄了也是1 但是如果是0.2 升2等于 不好意思 0.2 升2等于0.4 0.4弄了之后就会变了0 那你就会看到 我在这里出到0 弄了之后出到0 这里弄了之后出到1 我再大点了,数0.7 或者0.8 升2 等于1.6 1.6弄了之后就会变了2 所以你会看到 0 sorry 0 1 2都会出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想法 功能我们要多做很多次才会去记得 我期望今天大家要记得几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有什么用 因为有时候在公开试 你写到这个名字已经有份了 第二样东西就是语法 语法里面你可以参考一本书 第一冊的225页里面也会有讲的 希望今天大家 看完这个影片 看完书之后 可能要花多一点点时间去理解才做个Google form 我们今天这一堂就到了这里